欢迎回来我们ECshop的独立二次开发教程 那这一节课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一个商品列表 添加一个搜索字段 那么有些时候呢 想通过自己指定的字段来搜索商品 但是原来的程序呢 没有这个字段 那么我们就必须牵手 亲手自己做一下这个字段 对不对 那这里的商品搜索呢 用来讲解 大家举一方丧 用到我们的新闻订单等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上 那我们今天的作业的话 就是给新闻也加个字页搜索字段 这个就看你自己喜欢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后台呢 这边有个商品商品列表 对吧 完了呢 我们这一边需要 有这么多分类品牌 我们的一个销售类型 还有我们的供货商 我们的上下价 然后有个关键字 有个关键字 那我们根据关键字来搜索 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 N85 我们就把N85标题 有出现N85的全部都出现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搜索货号 搜索货号为ECS ECS0044的话 就只有我们诺基亚32编号的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么我们在关键字 这边搜索32的话 我们编号32的产品并没有出来 而是出现了我们商品名称 诺基亚5320 好 5320就出现一个32的关键字字样 好 就把这一条给搜索出来了 那 那我们的需求的话 就是希望通过搜索32 把我们32的这一个编号的也搜出来 好 那么 我们来做一下 好 我们来做一下 首先呢 我在新窗口打开 会比较好看 这个东西 第一步的话 我们在 我们这一个后台 到我们的后台 goose 我们打开goose.php 对不对 然后有个act.act等于list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会有个requestact等于list 对不对 这个是 我们action的一个标识 那我们等于list的时候呢 会可以在这边 我们一直找 找到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goose list displayer会等于我们goose list 或者是等于我们的这个goose goose这个什么东西 我不认识 那我们呢 找到我们goose list的这个模板 那后台模板的话 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是在我们admin下面的template 而不是在根目录下的这个lims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goose list 找到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输出一排s刷新 好 发现我们s是显示的 s是显示的 那我们的这一个模板就找对了 然后商品搜索 它就是它这样子的话 用include file这样子的形式 导入我们的这个goose search 那我们呢 把goose search也打开 打开之后 这边有个关键字 对吧 有个关键字 我们复制一下 把关键字呢 变成我们的id 变成我们的id 这个也是id goose id 好 因为我们ecshop的这一个商品id呢 叫做goose id 所以叫做goose id 好 然后呢 我们 我们这一个ecshop的后台 所有列表 都是用我们的ajaxx去分页的 我们点击一下 看我们的url并没有变化 url并没有变化 说明我们是用ajaxx在这个页面上动态变化我们的数据的 好 所以说我们submit的时候呢 看一下它的提交地址action呢 是一个js脚本 对吧 那我们找到这个searchgoose的话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刚才复制的是keyword 所以我们把keyword呢给也重新复制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这一个factor keyword的话 就改成我们的factorgoose id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name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goose id 好 那第一步做完了 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个id就出现了 id就出现了 然后呢 我们id的size给它改小一点 好 改小一点 然后呢 我们点击32的12 发现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吧 那我们去看一下 如何让它有用 如何让用 稍等一下 我点错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提交的时候 打开我们的这一个f12 f12 键盘的f12 也可以右键检查 好 都是可以打开我们这个东西的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network 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搜索 好 发现我们在goose list 有一个ethx等于1的这样子一个标识 它是提交到我们这个页面 然后ethx等于1插照 发现没有找到 好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是在哪里 好 因为我它是提交到这个页面 然后又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标识 然后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goose list 看一下它这个goose list 是如何来实现的 就是我们商品 在这边goose list的话 它是用goose list 这个行数来使用的 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在行数的前面加个on 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我们行数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根目录下的inclus的话是非常重要 当然呢 我们后台这个adme下面也有一个inclus 一般正常情况下 我们非公用 只有后台可以使用的话 都是放到我们adme下面的inclus goose list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srx等于1的字样 等于1的字样 然后呢 我们看到找下来 这边这里有一个keyword 对不对 我们复制一下 叫做goose id 好 这边也叫做goose id goose id 然后 这边也有个keyword 改成goose id 好 再然后我们搜索一下keyword 哪里还用到了 因为我们刚才是仿制keyword 做一个搜索条件的 好 在这边 在这边 那我们也复制一个 叫做 goose goose id 对吧 那我们的goose id 等于我们的这个fatgoose id 对吧 好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就应该搞定了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呢 32搜索 ok 那我们编号为32的就出来的 33 肯定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33的这一个编号 我们搜索 我们搜索 我们最大的编号就到32 那如果说我们搜33 没有22呢 肯定也是有的 22是有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做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这边加一个字段 那这个是教大家模仿我们这个关键字来做的 模仿这个关键字来做的 如果说大家要我们这种下拉的也是一样 下拉的值也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一节课的作业的话 就是大家去把我们的这一个新闻 新闻在我们EC-shop的话叫文章 好 我们文章的话也给他加一个ID来搜索 熟悉一下熟悉一下 好 那这一节课就讲完了 那当然的话我们这边是新增一个 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数32就让他出现了 好 也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这一个keywords下面有很多or 对不对 有很多or 然后呢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or呢 给复制一下 or什么东西呢 gooseid 这样子 对吧 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时候我们在这边输32的时候呢 我们32编号跟我们包含32的这样子 关键字的标题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好 那这节课的话就是讲一下我们添加搜索字段的哈 这个需求的话也是非常常见哈 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一个订单管理的时候啊 我们订单现在是只有收获人没有根据电话号码来查找我们的这一个 信息的哈 所以说订单这一边很有可能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同事会叫你加一个根据手机来搜索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 那么大家就举一访三 根据我之前讲的例子在这边加一个手机号啊 来进行一个搜索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话就讲到这一边 好 大家的话给新闻加个自定义搜索字段哈 然后呢 或者是给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根据电话号码来搜索我们的一个订单 好 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讲 好